5月17日,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吉林市疫情防控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,吉林市政府副秘书长姚立民介绍,16日,吉林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例,均为丰满区病例,合增确诊病例1例,舒兰病例,因老年心血管等基础性疾病病亡。目前,溯源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。 自5月7日,舒兰市首例本地确诊病例通报以来,截至5月16日24时,吉林市累计本地确诊病例32例,其中舒兰市18例,丰满区12例,船营区2例,无症状感染者2例。 5月17日,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,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,将吉林市丰满区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高风险。 在国家流调三家组,省工作组的指导下,省市县三级流调队务密切配合,接种作伤。 扩大人员排查范围,加拿大核酸检测力,三天之内完成了重点人群检测筛查,为查找研讨打下基础。 国家卫健者支援苏兰市建设国家T3移动实验室,日检测能力已达两千分以上。 吉林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其智介绍,近三天,吉林市完成核酸检测样本采集送检40101人份。 目前已到达80公里,共计500人,分别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或东北三省疫情防控情况之道。 中国疾控中心并无病预防控制所实验室检测队,省医疗救治专家图,省流调专家图,省资源基金市地形防控防疫队,省烟室子标本采集工作者和长存中药大学, 终于要防控,救治专家图。